裸露的干筋、腐朽的木板以及盘旋在外的树须 这也是前镇区瑞族里内的凯旋市场 近50年的历史荒废的程度可见一斑 除无人管理之外 市场内所形成的灶弄安全问题 更令里长及里民头痛 过来十年来中很严重 一些蚂蚂、一些蚂蚂的汽器 看我都把我们菜籍处理一下 他有看到那个干筋都已经裸露了 把花蓮的大地震、震度拿来我们这边的话 我看这个市场整个都倒塌了 这个会对造成我们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 都会造成很大的威胁 不只是形式上有问题 早期市场的用地规划 更将周遭五分之四的住宅区涵盖在内 早期居民也毫不知情 造成后续里内的发展受限 见设不易 真正的市场大概占了五分之一的用地 它是市场 其他五分之四都是住宅区 现实的环境就是这样 那时候因为旁边有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这边的居民我问他们 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回答说 为什么当初会变成市场用地 他们也说不出 而且我也是在这边长大的 现在唯一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希望市政府能无条件解编 那是不是针对有住宅的地方先解编 然后市场再来后续再来处理 这样也是一种解决的方式 凯旋市场的规划 也是高雄早期市场规划的缩影 随着时代的演变早已不合时宜 里长及李明哲希望市府单位 能跟上时代 拿出市政魄力 还地于民 真正做到为民服务 及请听民意 记者站视频高雄报导 好好好 你等着你握摆 好